LAYO 兩世紀 天天都不新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 葡萄奧倫對賞庫買人 這場比賽是世界大戰二 先來介紹一下 綠色選擇的文明是 葡萄奧倫 葡萄奧倫最大的特色是 所有的黃金兵種都是八折優惠 而且帝王時代可以蓋下 港灣大商戰 可以獲得無限資源的一個建築物 那葡萄奧倫呢 打法比較偏向於全能型的打法 步兵騎兵工兵都可以打 三攻三防拳都有 後期呢這個聖旅也是八折優惠 所以哈特這邊選的葡萄 算是一個比較全面性的文明打法 後期可以轉火槍火炮 還可以獲得這個火神槍的彈道拳能力 好 接下來介紹一下 藍方選擇的文明是庫曼倫 庫曼倫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遊俠跑速是有細編最快的 而且他的封建時代 可以蓋上額外的城鎮中心 後期打青彩還有這個重頭 充車都是可以考慮的選項 但是他有個問題 他沒有火炮的關係 所以如果遇到像葡萄牙有火炮 或風行砲這類的單位 只能用投石車或者是用遊俠或弱馬 去做處理 答法來說會比較有局限的問題在 那鋪曼倫本身沒有石牆關係 所以他的木牆一開始 這個是會有333D的血量 但是這個血量加成呢 是要到封建時代開始才會獲得 好那這邊長生之處 是一開始需要把這個鴕鳥給推的 但是我記得現在的長生之處已經改版了 把這個鴕鳥改在裡面了 那這張地圖 由於不是長生之處的關係 所以還是需要把這個路推回來的話 需要用一隻綿氧卡在這個城人 才可以把這個鴕鳥給推回來 對這個算是以前 比較早期版本的長生之處的這個細節玩法 好那這邊大可的細節玩法應該沒問題 封建時代有可能會開TC 或是打一個快攻喔 那庫曼倫他其實打這個封建快攻也是很適合 是因為他可以封建時代開TC 然後拉4到5個人去插劍塔 用這個插劍塔的村民去爭取時間 讓自己雙TC開農的優勢 藉此擴大的效果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大可這把會不會打個雙TC 插劍塔 那哈特這邊他的葡萄人的特性 要到帝王時代才會比較有更大的效果 城堡時代可能會打一個風琴砲 這個風琴砲推 然後進攻敵人 然後後期再轉這個單TC速地 打巨頭火砲進行壓制 因為葡萄人以對農情況下來說 是沒有辦法打贏庫曼倫的 因為庫曼倫風劍是代於對農的話 他的優勢一定是比哈特 葡萄人這邊還要更好一些的 哈特這邊拉了一隻村民過來 走了一下 這邊是不小心拉到村民嗎 又遠路返回 好像是不小心拉到的喔 這個急一點可能射到這裡了 好肉麻回去 這邊看一下 這邊地形 那現在野外呢 有非常多的果子跟鴕鳥 如果在中後期呢 可以在左右兩側開下TC的話 可以獲得黃金 還有這些鴕鳥跟自然資源 那葡萄人呢 他前期呢吃果子 可以產生木頭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葡萄人 經濟前面已經延了200資源了 而外資源獲得的非常多喔 好 好 庫曼這邊18村 升到了封建時代 蓋下了自己的城鎮中心 好 這邊是7個人蓋TC 那之前有人研究過 大概6到8個人左右去蓋TC 就可以達到這個TC的最高的蓋速度 我印象中 庫曼的這個TC蓋法 是有去限制住 不能讓一堆村民直接全部去蓋 好 這好像超過幾個人就不會再增加這個蓋的速度 所以在玩庫曼的時候 這一點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大可這邊由於開了TC的關係 想要開農 這邊是拉了一隻村民去蓋木牆 去爭取時間 OK 升到封建時代 這裡的木牆 所有的血量都變成333滴血量 好 那這邊可以來做個對比喔 破殺只有250滴血 那庫曼這邊是333 但是沒有10強喔 好 所以如果這邊要爭取時間的話 可能要靠防止喔 木牆的話只能稍微蹭一下 那浩特這邊是打一個直層策略 24村打30村了 24村升上去 然後點城堡賽之後 全部的人去挖石頭 好 這邊待會升上去 城堡就可以蓋出來了 好 浩特在這邊點一下一擊挖金 這個金挖完之後 待會就可以 可以產生大量黃金 產出風琴炮 那風琴炮這個單位 是木頭跟黃金製成 所以待會肉類只要穩定 大概5個人種農田或是6個人 就可以穩定產出風琴炮 但是後續還是要趕快 繼續補更多農田 升到帝王時代 才是葡萄人的後期重點 好 那中間這個沙地呢 是不能蓋房子的關係 所以浩特 浩特這邊前面蓋了兩排木牆之後 在家裡補下了非常多的房子 還有兵工廠四級 全部堵在這個門口 已經看到對方來蓋寶了 好 那浩特這邊就確信了 葡萄一定是從這裡進攻 這邊肉馬一直在偵察 最後兩邊 對峙 結果浩特的肉馬好像打出 這邊高打地下 但是對手也是一瞬間上高地 最後反擊成功 拿下哈特的肉馬 大可這邊的細節打得非常漂亮 好 庫曼人這邊城堡時代 也準備點下 現在聰明領先 已經來到了20吋 資源數已經領先了1000資源了 葡萄人的前期資源優勢已經結束 接下來就只能靠自己的黃金兵種 去做一個軍事打擊 獲得這個經濟優勢 好 這邊房子蓋得非常非常的多 好 果然也有補下一隻僧侶 因為這個僧侶遭翔距離是9點 可以阻止對方村民去蓋房子 所以拉一隻僧侶到前線是很重要的 那庫曼這邊撐到城堡時代之後 要趕快把城堡蓋在中間的位置 或是這個位置 把這個石頭給堵住 但是如果石頭這邊蓋城堡的話 上面就有可能會有縫隙出現了 所以不然就是要蓋兩個城堡 或是這邊再補一個TC 或是要蓋更多房子在這個位置 好 那大可決定在這個位置補下新的城堡 並不是正面這個位置 那上面這邊就要思考一下要怎麼防守了 好 升到城堡時代的大可 雙TC繼續農 沒有打算要開TC 哈特這邊繼續用風琴砲繼續壓制 後面的經濟資源配置是配到了16人挖金 10個人挖木頭 然後大概農體是12片田 點下了織布技術 準備要來升到帝王時代了 好 這裡資源量蠻極限的喔 好 這裡稍微買賣一下 賣了200木頭買了115 好 這裡黃金準備夠了 但是庫曼人也點下了帝王時代了 右側這裡有少量的村民 直接用懸套打死了簡勝物的僧侶 這裡大可還補下第三個城鎮中心 對方猛攻的時候還點帝王 這裡大可相當有膽量喔 好 看起來兩邊還有一段時間 才能繼續進攻 哈特看到右邊有幾隻村民 趕快拉個風行砲過去 這裡可能要第一石牆出去了 好 抵一下 出門 再補一個 後面直接圍死 讓庫曼大可這裡沒有辦法從後面 出一些騎士從後面進攻喔 哈特的後面防守也是做得很扎實喔 好 這邊帝王時代還有40秒 哈特的話還有1分鐘 這邊帝王時代 時間不太一樣 好 這裡有兩台風行砲 好 現在村民在TC的後方 先吃個野味 左邊也補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開始4TC 開董 那START應該要邊打邊農會比較好 這邊這裡沒有兵練的話 風行砲騷擾會蠻有局限性的 沒有辦法農得很開心 那這裡的重點應該是要從右側 趕快先解掉這兩台風行砲 然後才可以穩定的把這裡的鳥鳥給吃乾淨 哈特吃到帝王時代 來 第一時間點下了印刷技術 好 上方這個洞 結果用投石車砸一發 結果砸了個寂寞 結果最後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被招響了過去 所以待會葡萄人可以點下化學 直接前置BK 在前面產出火炮開始工程 後面巨型頭司機趕快按了 這裡要趕快盡可能的高速工程 這裡三旅有點下救贖思想的關係 招響防止速度很快 但是村民差距越打越大了 現在Duck的村民術 已經來到92層打45吋 支援術已經差了5000支援 第五個TC也補下了 哇靠 這個真的是無情開農 但草恩騎兵有一個多線的意思 這邊要趕快來打個多線 右邊這兩台風行砲 居然沒有第一時間收掉 可能沒有看到嗎 不知道 但是可能不想要浪費時間 這裡打掉城門之後 HART在後方補了一些新的石牆 Duck這邊點下了銀罐技術 大草原耕種技術 這樣草原騎兵跟肉馬 這個產生的速度就會很快了 然後康曼人以草原騎兵來說 算是最沒有優勢的一個文明 但是以產術來說是最快的 所以康曼人這邊可以利用自己的經濟優勢 產出大量的草原騎兵 然後趕快反擊回去 只要打贏這一坨 基本上就十拿九穩了 這根城堡已經爭取夠多了這個時間 這裡可能要先撤退了 這裡撤走 然後往後繼續蓋房子 後面的石頭要挖一下 這裡這個石頭 這兩台風琴砲 趕快解決掉了 草原騎兵回家防守 正面快要被突破了 城鎮中心可能要被拆除 最後還是用草原騎兵去解掉這裡的風琴砲 風琴砲數量開始 冥友再出了 竟然都是全出巨型投資機 風琴砲要繼續出嗎 可以繼續出 哈特這邊打法應該是要補一些 槍兵會比較好 如果已經看到對方是草原騎兵的情況 用僧侶來招響的話 其實壓力是很大的 沒有辦法很順暢的 可以去招響大量草原騎兵 這間草原騎兵的造價是比騎士 黃金便宜快要一半了 這邊正面進來 哈特有什麼想法嗎 巨型投資機先開拆 光琴砲往前 後方草原騎兵找一個多線 這裡補下了幾個哨戰 開始看一下地圖有沒有出來開農 但是哈特沒有打算要轉農 他打的這一波就是要打一個速攻戰法 打不贏就算我輸 但這邊大可是一定打得贏的 臭名速已經領先了一倍之多 時間再繼續凸下去 哈特的經濟值會越來越差 待會二防二攻點好 或是直接上個三攻 往前開A 可能風險砲是擋不住的 那現在大可要一波打贏的話 這邊草原騎兵數量至少要來到40隻左右 4050隻 他有可能會比較好打贏 因為28隻的情況下 然後對方有5隻生侶遭翔 那自己數量只剩下22隻 22隻的話還要再打掉5隻草原騎兵被叛變的 還有正面的風行砲出 整體的安全範圍來說的話 應該是要來到30隻以上 會比較安全 但是大可這裡沒有著急補草原騎兵 反而是一直在按村民 村民快按到150村了 這邊可能要來奪取農田 這裡農田要低調嗎? 哈特拉了一些村民過來 要蓋城鎮中心 還是要蓋魔房呢? 這裡二級馬卡也補下了 27隻草原騎兵 準備要出關了嗎? 後方也補了一些工程器製造所 要轉衝車 直接從後面進攻 哈特中間補了一些港灣大山站 這邊就可以用無限支援戰術 即使不挖黃金 也會慢慢產生黃金 這邊哈特有意識到 對方可能要來一波大玩的了 開始補一些軍營 撲兵鎧甲提升 出一些槍兵擋在前面 才有機會 這裡城堡蓋好 再補個TC如何 精銳草棋已經升級上去了 精銳草棋攻擊力是11點傷害 血量100滴 直接加了非常多的血量 100滴顯著草棋 二攻也點下 哈特點下了重裝長槍並且升級 開始要來 轉一個火風琴砲 配上重槍的策略 大河這邊衝車要出來了嗎 衝車在暗了 這邊這些野味吃得很開心 草原奇變速量來到了32隻 裝甲步兵 裝甲步兵 裝甲衝車 已經研發升級了 好 這裡要頂個三攻啊 看起來 大可打得非常謹慎 哈特這邊第一時間 提升了大槍兵的升級 急兵補上 趕快大長戰 要再多補一點嗎 只有兩個會不會太少呢 好那現在支援總數來說 大可已經領先了快到1萬5的支援 後面的草棋 中午有動作了 38隻的數量 應該是可以拿下正面了 但是待會的攻擊目標是 風琴砲還有僧侶 槍兵的話能不理就不理 或是這邊要修一點操作 去先換一些單位 好但是要直接正面了嗎 這一波正面直接往前衝 三級馬卡已經升級好 不管了 這邊哈特的僧侶直接應招 但是會被招掉非常多的草原奇兵 後面這邊趕快硬拉走 但是還是有三隻草棋直接被招降掉了 這裡走一個多線 往左走 但左走只會遇到城堡而已 哈特可能 這一波會賺到遊戲優勢 風琴砲回舊一下 那現在風琴砲要思考 到底是要往哪裡走會比較好 好這個洞 看起來是被堵住了 草原奇兵暫時進不去 這裡這個房子應該是可以 草原奇兵趕快打下村民 把村民給捅死 但這個石牆已經被補了起來 最後是沒有辦法進去 城堡一直在輸出 但是後面大衝車來了 草原奇兵趕快從後面進攻 大衝車是可難擋住的 Duck一個不理 你正面槍兵很多 但是後面就代表你沒有槍兵 從後面進來就OK了 草原奇兵一直在城堡下方 尋找突破口 這個突破口很難突破啊 這個石牆越蓋越多 但是後面的大洞已經來了 大衝車要趕快直衝 後面趕快大衝在嗎 還是要直衝城堡 好這時候槍兵終於要回舊了 這一坨槍兵終於過來救一下 但是草原奇兵已經直衝後門 哈特經濟有點糟糕 槍兵要趕快補 把這個石牆低掉 村民大千襲 草原奇現在三攻也好了 攻擊力15點 打村民三槍一隻 但是現在看到衝車 是先來找一下衝車輸出 先把這個衝車給打掉 但是槍兵打衝車打得很辛苦 傷害只有6點傷害而已 最後草原奇兵沒有空的關係 正面EA 被大量槍兵給戳掉了 右側這裡風情爆 跟巨頭也開始慢慢往前推進 這裡的草棋重新集結一波 但是可能會被招響 好 自滴前面的一些草原奇兵 大殼這邊細節做得很好 但是這一坨要怎麼解呢 好 最後 很大傷戰死活了下來 生物被打噴而已 後方的草原奇兵 這裡要做個包抄 14隻 跟這邊的 大約 19隻 這一波草棋數量應該是可以往前衝了 千萬不能等家裡的槍兵回來 再來打的話可能會為死一晚 好 正面的草棋衝了 後面草棋也要進攻 好 這一波草棋進攻 第一時間攻擊的是 正前方的巨型投撕機 後方的巨頭 要攻城應該是失敗了 好 這一波打完之後 從後面來 但是哈特的反應非常快速 直接把勝率往後招響 這一波招響沒有招到任何的東西 但是成功的把大盒給逼退走了 好 這裡決定要點一下抗招響 不然這個招響真的太麻煩 好 草棋數量再續續續一些 大可有可能會被逆轉嗎 現在趕快大殺在海活得好好的 哈特這邊支援量目前還行 好 這裡要等巨型投撕機 後來才能繼續攻城 大可的這邊草原騎兵 決定要正面一波 後面硬上 正面有槍兵 後方有草棋 風琴砲拉打一下 但是僧侶招響並不是很理想 槍兵把這邊的草棋全部擊破之後 開始往回防守 但是槍兵數量好像越來越少了 草原騎兵利用異攻優勢 在槍兵摸到之前就將以擊殺 哈特的這邊正面單位全部倒地 大可這一波包夾得非常漂亮 好 那哈特這一波解完之後 還能繼續打嗎 資源量其實不太夠 大可這邊村民數快要來到160村 經濟資源已經快要來到了一倍資源量了 後方的巨型投資機準備架起來 前方村民越打越少 這裡總共是三個槍兵大場戰 但是資源量沒有辦法應付150村的庫曼大局 這個槍兵大場戰應該是蓋不起來了 現在草棋亂噴 哈特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大可拿下比賽勝利 哇這一場比賽打得非常精彩 草原騎兵數量一直A一直A一直A 最後還是解決掉了 申旅大軍還有槍兵 風情砲也是被草原騎兵一舉拿下 那哈特雖然前期進攻相當猛烈 但是大可完全不留念 在後面直接開了一個新的區域 來開農起來 那後面這一坨進攻也是打得非常漂亮 那他後面的港灣大場戰 沒有辦法安靠著鎖住 那這邊的經濟也是全部崩塌之後 正面的村民也是往前面跑 後面這邊全部正面解決掉之後 正面的村民也沒地方跑 只能打出GG 村民差距實在太多了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大可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全部資源都贏 軍事方面來到了1.99KDR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